第二九題,二九三十是一個題組 品家利用已知濃度的氫氧化鈉水溶液,低定未知濃度的鹽酸,實驗儀器和裝置如右途所示,請回答二九跟三十題 第二九題是說,在低定前分泰指日劑應加入何處,在低定前後分泰的顏色變化為何,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我們在教各位低定實驗的時候說過,習慣上已知濃度的溶液加在低定管中,未知濃度的溶液放在下方的所謂的蒸發米或者錐形瓶或者燒杯,在這個圖裡面是燒杯裡面 所以呢,我們的假的低定管要放的是已知濃度的氫氧化鈉,已燒杯要放的是未知濃度的鹽酸 而同時我們跟各位說過,我們的分泰指示劑或是說我們的指示劑是要放在下方的蒸發米或者是錐形瓶或者燒杯 在這個圖裡面是燒杯當中 所以我們的分泰指示劑應加入何處,應加入在下方已的燒杯裡面 而已原來放的是鹽酸,分泰在酸中的顏色是無色,然後會變色變成鹽中顏色是紅色 所以它的顏色的變化情況是從無色會變成紅色 於是,第二九題問我們說,在低定前,分泰指示劑應加入何處 在低定前後,分泰的顏色變化為何,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我們答案選的是C,指示劑要加入燒杯中,顏色變化是從無色變成紅色 這位最古正是C,指示劑要加入! 谢谢大家